身心障碍证明及福利服务申请流程 由本人、法定代理人申请或委托他人提出申请 至户籍所在地乡镇市区公所提出申请并领取鉴定表 申请文件包括 1.申请表,在公所领取或自行下载 2.申请人之三个月内一寸半身照片三章 3.申请人之国民身份证正本及正反面影本 4.受委托申请者需检附委托书及受托人之身份证明文件 领取鉴定表后前往公告至鉴定医院鉴定 可询问公所人员或至卫生福利部护理及健康账户私网 业查询哪些是鉴定医院 鉴定时需准备申请表、鉴定表及健保卡 鉴定完成后 由医院于10日内检送鉴定报告 送达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卫生机关 卫生机关于10日内核转给摄政机关 摄政机关收到报告后 将于15日内核发申心障碍证明 相关申请进度可知申心障碍服务入口网 或致电户籍所在地乡镇市区公所询问 确认核发申心障碍证明后 会接获户籍所在地乡镇市区公所通知 并可前往领取 如果对核发申心障碍证明的等级有1亿时 可向户籍所在地乡镇市区公所提出异议复检 需求评估人员会主动电话联系了解服务需求 如有个人照顾或家庭支持服务项目需求 评估人员会约时间到您家中评估需求 想获得更多讯息 请洽各县市政府 卫生福利部盛会及家庭署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